但我看到手机设备股 逆市升得不错 信誉和瑞昇科技都升得挺好 其实这两只股份都有几个概念 第一就是苹果概念 他们都是苹果的供应商 另外也有些人说 如果炒完宇宙概念的港股 他们都是入围的 你觉得昨天这两只股份升 主要是受到什么大动 我觉得其实是 一来是资金 二来其实又是几样东西 你一来就是炒完苹果概念 Black Friday其实都是正路的 再加上你炒一下Apple Car 有机会早点出 这个也带动得到手机设备股 它会升上来 当然如果你选择 一定是选择迅速光学做龙头 因为你做手机那些镜头 因为你明天希望慢慢会 整体来说 但那个镜头不是苹果的镜头 但你炒的人就是这样炒的 但你真的在香港选择这手机设备股 我都会选择信语 如果你想选择本文阵阵 你讲一些元宇宙 AR、VR 其实他都有做的 他真是头三大了 那个增强实景的生产商 但问题是你真的 是不是真的对他的收入贡献这么大呢 应该都不是的 都是要几年后 因为你说真的 你Apple可能出一些东西 你都要说明年才有机会出的 你说要出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这么大的影响呢 这么多人用呢 是要一段时间去 让那些用户去接受得到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